跳個舞 最近工作最可怕 哇 沒事沒事 真的耶 欸 我還來好如轉 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樣有抽獎時間 請大家開啟CC字幕並且看到最後喔 安安 嘖嘖開箱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挑戰傘的極限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支極限傘 那極限傘是來自一個做傘非常有經驗的團隊 他們已經推出非常多支傘的這個集資計畫 甚至有破千萬的 所以他們就想說 如果把傘做到頂規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這支極限傘啦 我們先從外觀看起 然後等一下再來測試一下 這個挑戰史上最強悍的傘骨 到底有多強悍 脫下傘套之後呢 魔鬼沾上面有印他們的這支這個傘的名字 叫Mi Cover Pro 然後這個Mi Cover Pro 他們是用反光材質就是去製作的 看起來比較有質感 然後它傘的這個收納的這一條做的寬度 也比一般的傘來得出 所以在收納傘的時候會更好收 然後它這個傘餅下面還有一個收納的小設計 你可以把傘套最容易弄丟的這個 弄丟了好幾個 可以把它收在底下 這樣就不會再弄丟啦 蠻不錯的 然後再仔細看底下這個握柄的部分 他們採用的是矽膠的材質 握起來我覺得很有質感 並且它這個結構 它這個形狀的設計是參考球拍 球拍的握感的設計 握起來很舒適 握著蠻穩的感覺 然後沒問題的話 好我們就把傘展開來囉 它是按鈕這個地方要按著 往上撐開 室內撐傘 我媽會罵我 這個傘面很大耶 蠻大的吧 比一般折傘來得大 我覺得好像有跟便利商店那種 直立傘的傘面差不多大 然後再來我還想第一個注意到的事情 就是它的傘部非常的厚實嚴密 所以它這個傘部的面料的防水係數 是到ISO5級 就是非常強 然後它在傘部縫合接合的地方 也有做特殊處理 就是針對漏水這一塊做超強的防護 除此之外這個傘面也是有防曬燈 就是一隻超級全面的傘 那接著我們就來看它裡面的結構 首先它這是主打超強韌的這個傘骨 它這邊是做雙傘骨的設計以外 它的原料 採用的是日本的碳纖維 跟不鏽鋼製成的超級強韌的傘骨 據說是被車輾過也沒事的等級 然後它中間這個骨架呢 也是做的特別的粗 比一般的傘還來得粗 所以穩定度 對就是真的超強韌超穩定 可以做一個武器 對 防身武器 順便防身 然後我們平常如果撐傘遇到強風 傘很容易被吹翻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裡最常壞掉 那他們針對這個抗強風的部分 他們做了特殊的這種設計 就是有活動的空間 然後有彈性的 所以也是可以抗強風 然後傘不會被吹飛 那我們就把傘收起來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傘珠的設計 以及就是更換傘布的動作 就像這樣 你可以自己去做 自己去更換傘布 那大家可以看到傘珠 它這邊有做這個圓角的設計 很安全 就不會從傘布這樣刺出來 那剛才有提到就是 它傘布是可以自己更換的嘛 我們就把它這次出的 所有的傘布的顏色 排出來給大家看 我剛才示範的黃色啊 然後比較好白搭常見的這種 卡其色、灰色、藍色的素色之外呢 還有他們解鎖的兩個新色哦 是這個迷彩花紋的顏色 有灰色的 跟這個最常見的均綠色迷彩 非常多顏色 有興趣的人可以到幾支頁面去看細節 我們現在就來挑一支 來測試它到底多強悍 來我們看什麼顏色 最不順眼呢 絕對是紫色 為什麼 為什麼 比較熟 就是最紫色的我偏見 爆彩雨傘測試 開始 我可以把彩灸的印象 哇 我這邊跳個舞 這樣不是在Ping New Area 去死吧 去死吧 雨傘 最近工作在一刻大 好像是雨傘 好像打敗發到我看 哇 哇 沒事 欸 我還來好如主 很棒 成功 史上最強韌的傘 已經通過我的暴力測試 大家如果已經受夠 常常就是傘被吹壞 或是放在包包裡被壓壞 或是討厭傘 一天到晚就知道 就是那個傘珠撐破的那個困擾的話 推薦你可以到極限傘的頁面去看看 除了超級防水以外 也有防曬 那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所以你也可以隨著天氣不同 或是心情不同 就是自己更換傘步哦 然後他這次集資計畫 還有兩個超強的特點 真的是 買一支 可能就可以解決你 各種用雨傘的痛點了 第一個是他們的遺失補償 沒錯 如果雨傘最容易弄丟了 那他們這次集資有推出這個補償服務 就是你這邊有一個集資購買的證明之後呢 萬一你不小心遺失了雨傘 你可以用66折 買一次不夠 買兩支 真的是沒有那麼會弄丟傘吧 然後除了這個遺失補償以外呢 這個極限傘的保固是終身保固哦 它不只很難壞 壞了之後還有終身保固 可以匹配史上最強和這個縫好了 推薦這支傘給冒屍鬼 暴力鬼 那也感謝大家看到最後 看到最後呢 真的太爽了 廠商超級佛 我們會抽出一支極限傘 然後再多送一個傘布之外 還會再幫你做這個束帶的姓名客製化燙印 是不是超好的 現在就先訂閱我們折折開箱 然後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什麼顏色的傘布啊 記得要留兩個哦 因為它還多送你一個 最後一定要記得hashtag折折開箱哦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開箱君跟我最近開了自己的粉專 跟Instagram從這裡去 這裡去 對想要看我們開更多的東西 或是看我發一些無聊的生活小動態的話 快點去快點去